有一名女網友在社群網站上談到 如何分辨是不是年輕人 可以透過時間的寫法來判定 以6點來說 如果會使用6plus點號來表達6點 那是年輕人 實際問民眾真的 年輕一輩都是這樣使用嗎 反倒年紀稍長一點 還真的說我沒聽過這樣的說法 意外發現新的世代隔閡 在傳訊息想要表達時間的方式 如果像是6點的話 你會選擇像這樣子使用符號的方式 還是直接打上中文字 又或者是你有看過這樣的說法嗎 真的很多人看不懂 但你知道這可能是代購嗎 一名女網友在tread上發文 談到如何分辨是不是年輕人 可透過時間的寫法來判定 以6點來說 20歲以下會直接用符號點 二十到三十歲會習慣加冒號 三十歲以上則是打出中文字 文章一出真的有不少人沒看過 覺得傻眼什麼都要簡稱 看到用點會覺得 老人是我 還有人提到使用減符號 是不是更老人 但不誇張實際問問年輕人們 真的弄得通 六點 對 平常會這樣子使用嗎 打字會比較麻煩 這就這樣用嗎 這點 平常會這樣打嗎 不會啊 還是這樣用 要方便 因為很方便 感覺我看我朋友都會這樣打 每個人都這樣打 沒有啊年紀大一點的 通常就比較少 在美國 在美國都是這樣使用 對 類似的年輕人用語還不少 很全意思是唬爛 臺語的爭 EMO是英文 emotion而來 但專職 憂鬱 不開心等負面情緒 另外還有藥雀 就是女藥確定耶 蠻不一樣的感覺 反而是一種驚喜感 這個東西我沒看過耶 蠻有趣的這樣子 就去對大家一個環境 就是一起這樣跟著使用 看似日常的用語 卻意外發現時代隔閡 但無論如何表示 總要的還是接受訊息的人 能看得懂才是真的達成溝通 記者黃正維 鄭成鈞才報到